大学刚过,手机就已被各种火锅刷屏 系数顺意的三接六项,火锅店不可美举 然而重庆火锅、四川火锅虽各有千秋 但全不及本地人号这口的老北京铜锅 东城西院位于沧上美貌大院内 以老北京涮羊肉为主 专注探火铜锅、清汤涮肉等传统美食的精炼与升华 旨在传承经味美食文化 并以全新的时尚方式将老北京涮羊肉发扬光大 装修是浓浓的做旧风 颇具年代感的老墙皮环绕大厅 不仅亲切感十足 还让人深度沉沉在与老北京火锅极其和谐的范围之中 炭火元素贯穿中央 不但让时刻在这皱冷的冬天新生暖意 还燃起了一股微微的标新利益 东南西北屋的传统叫法 更是让人秒回旧式精拍建筑 东城西院自本月末世营业以来 客死云来坐无虚席 以兴火燎言之事 席卷顺意美食节奏 这就是要贴到那饭的吗 对 咱家的招牌 漂亮 这肉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肉算多久都不会老 吃起来非常滑 非常嫩 这算多久都会嫩 手工打造 下滑 对 正宗的老北京涮羊肉是对至纯美味的绝对考验 讲究清水质碱的汤底 东城西院的清汤是以北味48度矿泉水 海米汤锅为底料 经熬8小时以上 再服役各色香料提味加鲜 无任何油脂添加 可谓高度升华了老北京涮羊肉的原始味道 并不是所有的羊肉都可以用清汤涮着吃 以前老北京人吃涮羊肉讲究的是口外 张家口以外的大尾巴羊 现在人吃涮羊肉讲究的是正统草原羊 东城西院的羊正是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小羔羊 肉嫩且鲜香是店家保证口感的硬通货 羊外脊是店家的招牌涮便 目测该品项定是一款准网红菜 精选三至六个月小羊羔 现场首切肥瘦相间的羊外脊 成品上桌不仅高大上 自带肥圈的肉质也鲜嫩到挂盘不掉 涮好后一口进嘴更是满嘴的嚼劲 是桌桌碧点的镇桌之菜 可谓秀涩可餐 肥牛一号是铜锅涮肉的标配 老北京讲究的涮羊肉必定是牛羊搭配 驴子牛后胸肉 肥瘦相间雪花均匀 通过高超的圆切方式 不拼接不添加不调料 涮后肉嫩多汁入口绵润 辣锅进嘴更是爽便春实 越嚼越香 妥妥的牛衣可谓名副其实 最最重要的是店家的蔬菜 请需9块9不限量任性吃 你来了吗 藏上美貌大院内有家铜锅涮 东城西院名字好来头也不小 开业以来天天报吃货都知道 炭火铜锅就拽口惊味老味道 装修就是复古风处处霓虹灯 炭火元素大厅中温暖又适中 东南西北老叫法怀旧又轻松 饭前饭后来壶茶博尘茶楼通 葫芦贝尔小羔羊鲜肉能上墙 清汤北尾控泉水鸳鸯锅下水 自助蔬菜9块9丸子啥都有 正从北京同国顺 东城西院见 同国顺 东城西院 东城西院 同国顺